作曲 李宗盛 台湾到啊 我的故乡 多么美好的地方 嘹亮的歌声回荡山谷 唱出了日出 云海 神木 火车 这就是For Mosa 台湾的宝岛 嘉义阿里山森林独有的人文与山岳之美 眺望着层层山巒 峻岭岐石 或云海 还有绽放枝头的樱花在向您招手呢 而龙云休闲农场就在阿里山的石桌上 也热情展开双臂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来吧 抛开烦恼 享受一趟不一样 充满人情味的旅程 就从清静龙云开始吧 Go 台湾到啊 我的故乡 多么美好的地方 阿里山森林一望无际 就像大海洋 乘着风 追着云 穿越绿树 越过溪流 与云雾静走 前面映入眼帘的就是 龙云休闲农场 一处拥有丰富的动植物生态 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药用植物 面积广达四百多公顷的林地 孕育百年山木林 茂盛的竹林 以及温带 寒带等多种林木 这里更是阿里山猪禄茶的产区 在透过农场主人亲切风趣的带领 与深入解说下 让喜爱芬多金的您 更能自由穿梭在山林里寻宝 走进林间 闪闪斜阳 跳跃在浓密的树梢 美丽景致宛如仙境般 令人流连忘返 此刻 停下脚步 跟着我们来段伸展操巴 闭上眼 张开松手 感受林木在指缝间流动 尽情放松 享受身心灵的SPA时刻 听完了农场主人的故事描述 你就会发觉 龙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游客 一再的上山来玩 这里是我的 我出生的地方 我也是在这边生活的 所以说我一直觉得说 有一个死变感就是 将我们自己的这片农业 把它分享给 一般的社会都市人 那必须要把这片森林 把它保留下来 然后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那么我很幸运的 我们后面就是森林竹林 那这片森林竹林是 爸爸的爸爸 他们就已经留下来到现在 也就是这样子 而激发了我去经营 这个休闲农业 去转型的一个原动力 以前是先从这个三合院 三合院是我们老家 当时就要去创工 要去创工 所以现在做三合院 慢慢来一直延殿 就有更多人来创工 那略销这边还去 我还要去做民宿 民宿快起来就快一个人来 现在略销下去做 感觉都很热闹 大家喜欢都交朋友 下次他都会来找我 我说上你好要来看你 他游客都是会这样讲 因为龙云的四季千变万化 缤纷多彩的龙云农场美景 更令人目不暇击 还不时听到旅客们 哇的赞叹声呢 接着就让我们慢慢地 与龙云进行一场 美丽的相遇吧 冬场我这边 我比较 我觉得说我必须提供给游客 就是第一个我们自然的生态 自然的森林 让他觉得非常自然 到这边是完全的放松 那么如果说要说好玩 我觉得说游客给我的反应 就是到森林里面去看 发现一些虫鸣鸟叫 还是蛙类什么的 让他一个不齐的境遇 那这个部分是让游客觉得非常好玩的 而且有时候客人到这边 那我们刚好在田里面工作 这当下我同时也会邀请客人 一起陪着我拿着铸头 下去田里面工作 那让他觉得说 让他实际去了解 我们农事体验的一个辛劳 这个部分能够让 到访的客人 留下蛮深刻的印象的 慢活 悠游 养生 一直是龙云经营精致化休闲农业的目标 园区栽培的有机蔬菜 随着季节时令的不同 让龙云的游客可以享受养生美食 有药膳大餐 竹笋大餐 明日夜大餐 不仅让您吃尽道地的 笋指美味 也吃出了健康活力 龙云置身在盛产阿里山茶的产地 用完餐后 还可以在凉亭的茶座 搓饮一壶浓郁的阿里山茶 轻轻的茶汤 让唇齿瞬间流香 配上徐徐山峰轻浮 再听听 农堂主人为您娓娓道来的茶经 肯定会让您大呼过瘾 接下来的晚上活动 我们听听主人是怎么的安排 一般游客来我们这边 在夜晚用完晚餐以后 我通常都会带他到 到我们的森林里面去 我小时候夜晚去走森林是没有灯的 所以说我带着游客 不开灯的夜游 让他有不一样的经验 不一样的惊喜 不管是天上的星星 还是地上飞的烟火虫 还是一些马路旁边的树蛙 什么的叫声 让游客来这边 能够享受自然的天来的声音 这个是到我们农场里面 最美好的一个回忆 好坏呀 好湿呀 好耶 嘿呀 嘿呀 好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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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谣呀 好谣呀 嘿呀 嘿呀 好坏呀 不是 可以啊 还有我 dela 对我们 她会 她会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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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有她 好坏呀 吃饱喝足 玩乐了一整天 此时不妨细细观察四周浑然天成的生态环境 品味龙云的阁楼建筑 与精致典雅的舒适客房 满怀着甜蜜心情 伴着大自然的挖名乐章 今晚绝对让您一夜好眠 龙云的建筑非常具有特色 以阿里山茶的梯田式外观设计 作为绿建筑新概念 传达出农场主人真爱自然的理念 您看 从大片陆地窗所观望的景色 如此的清静自然 良好的视野为建筑物增添许多美丽自然的风采 稳重的建筑外观呈现宁静悠闲的自在 隔楼式的空间营造出温馨与轻松的休闲 这一切都是花了主人不少的心思 你现在看到我背面的这栋建筑物 其实它是我农云的第一栋建筑 那么经过了五年十年 整个建筑物开始老旧 我就把原有的建筑物再重新整理重新盖 那么在我盖这栋建筑物的一开始的理念 就是我必须好好回馈这一片土地 那么我也融入了现代化建筑理念 就是所谓的绿建筑 用没有污染的环保建材 去把它盖出来 因为我们的后山 我们这边是山坡地 不是像一般的平原 后山就是有一些梯田式的菜园、果园 还有旁边就是竹林森林 那么我们的森林 森林里面的每一棵大树 不是非常笔直90度的笔直 有点歪歪斜斜的 高高低低 所以说我们这边有两根柱子 就是高高低低 稍微有点歪歪斜斜的 然后我们的屋顶 屋顶板就是延伸梯田式的那种设计里面 让它有一个梯田式的层次感 虽然是建筑物 但是把它融入在整个自然界的环境里面 让你不觉得有点突兀 那么整栋建筑物里面也透过了一个自然采光的方式 白天你不需要开灯 它的光线就够 自然界的森林 是我们能够永续经营最好的一个保障 龙云的后花园 是一片寂静又自然的山木林 景致随着季节而有不同的变化 再加上十多年前 农场主人前往日本引进明日夜与昭和音 如今园区花木浮书 生态更为丰富 龙云的樱花在春天开得比阿里山森林游乐区还要漂亮 秋天的夕阳和云雾更可以和阿里山的日出来比美 龙云不仅是登山客的最爱 也是度假的天堂 这里有观赏不完的景象 让人看了无不赞叹大自然的奥妙 另外也有国家列为保育类的动物 漫游在山林间 或许会让您有不期而遇的惊喜 也说不定呢 从前面所看到的龙云 真可说是风情万种 流连忘返 龙云期待您亲自来体验 让龙云保留最原始的风貌 同时龙云在农作所做的努力 已成为处处充满生机的农场 因为龙云就是我们生化金本 我们就有农就有它吃 有它吃就有生化 在这里可以见到不同生态的原生植物 同时我们所种的蔬菜也都是有机栽种 加上这里的四季千变万化 龙云期待您的参访 龙云的每一个用心 都是您不可错过的享受 走吧 一起手牵手 享受龙云的自然 田园的风光 呼喊调皮的风 吹动那沉风已久的心 由龙云带您乘着风 迎向彩霞 让我们一起看云区吧 再来看看 他也有我们的钰匙